前政府文化局举办的创造双赢沟通的艺术讲座 由前高院科技大学校长曾灿灯 透过讲座分享自身经历 以幽默有趣的方式传授沟通的技巧 深动力言说获得台下民众一片好评 你说这个钱好贪 贪不贪 你也自销没来行 我当然说来行的生日来的 没人生得走不走 为了提升民众生活素质 尊敬理性沟通 进而建立良好人籍关系 文化局特别邀请出身在南投县的 曾灿灯博士 与自身经历投入教育 社会及心灵改革行列 从企业到行政机关 学校的亲职教育 演讲地区遍布各县市 已经超过5000场次 演讲内容生动丰富 幽默与感性兼具 我想说要为我们南投的乡亲 特别讲一个很亲切的题目 就选择用讲沟通这个领域 那我想今天晚上主要就是说 用比较轻松的 诙谐的方式 让大家知道说 原来沟通也可以这么轻松 这回这个曾校长 他是我们自己在地 是这个内陆这里的人 那算是乡亲 那所谓的君治故乡 英姿故乡是 我相信 就由这样一位乡亲 他长时间旅外之后 再回来我们家乡演讲 我想他会有一番不同的感受 演讲吸引了许多民众 勇约到场 台下座无虚席 议员曾正言 张家哲 林芳宇 游昊 文化局长林荣生 教育处长陆正威 税务局长胡玉宏 观光处长陈志贤 财政处长李良珠 地震处长简青松 卫生局副局长吴美玲 都到场聆听 曾灿登博士说 无论是在职场 亲子同袍之间 沟通是每个人 每天必做的事 同样是沟通 可以正面也可以负面 可以简单也可以复杂 希望透过他的分享 让大家知道 原来沟通也可以这么轻松 记者曾光佑 那就是采访报导